聽說烏克蘭最精銳的部隊 其實也在這裡 所以如果真的打起來 這個全面開戰的話 你怎麼看未來的走向 老師講現在大家真的高度關注 你看今天講說馬力波 是不是已經被這個 親二的這個部隊控制了 然後立刻烏克蘭這邊講說 沒有沒有 戰鬥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我其實覺得 對這場戰爭來講 我覺得大家已經事後 就等到整個戰爭都過去的時候 一定會想要去研究一下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軍人 他們到底在面對 這場戰爭的規劃的 著眼是什麼 我先講就是我 我不是很認同就是說 俄羅斯的軍隊就是 已經都不能打仗 我講說他的將軍 他也不用上軍校 也不用上他的戰爭學院 通通都不用 他就莫名其妙 當兵就變將軍嗎 我也不認為 所以我認為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在之前的幾個這個 這個作戰的這個概念裡面 我認為俄羅斯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是因為他用了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迎擊戰鬥群 有人講叫迎擊戰術群 那這樣子的這樣一個新的編裝 在這一次的烏克蘭戰爭裡面 前段的這個作戰裡面 看起來是沒有發揮功用的 那會不會在烏東這個地區 發揮他原來設想 迎擊戰鬥群裡面 他應該有的功能 因為他那個迎擊戰鬥群 是用一個這個這個機器化步兵營 作為骨幹 下面加了二到四個連左右 那這裡面當然他有這個所謂的通訊 砲兵工程跟後勤 但重點是什麼 因為他把戰車跟火箭炮 都放在這裡面 那原先的構想是說 我在這個區域作戰裡面的時候 我不用像以前一樣 步兵只能打步兵的 我們國軍以前也做過這件事情 以前我們就不戰炮化 公通啊 大家各自搞各自 後來就開始做聯兵單位嘛 那就是希望就是說 我也可以做到類似像美軍這樣 可是你看得出來 就是在之前基輔這一戰裡面 他的迎擊戰鬥群 看起來沒有發揮功能 那有人認為是說 他的後勤補給能力出現問題 那你把戰線拉到烏東這邊了 那烏東那邊另外一邊 其實就是俄羅斯嘛 所以他的後勤補給會不會 從這邊得到驗證 我覺得這第一個可以考慮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烏克蘭在一開始的時候 戰場的研判是非常正確的 也就是他非常重要 我們一開始在說 俄羅斯那邊 他從北俄那邊 從這個白俄下來打 要打基輔 然後烏東這邊也打 克里米亞這邊也上去 看起來他包了一個三線作戰 那我們回想一下 戰爭初期的時候 烏克蘭一直在放的訊息是什麼 他的人民自願投入戰爭 然後我們看到的都是 拿到那個單兵武器有沒有 大家怎麼給托式飛彈 給什麼飛彈 我就只要受過訓練 我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把 俄羅斯的飛機打下來 都可以把他坦克給打換 可是那時候大家就要問 那烏克蘭的軍人在哪裡 那時候怎麼第一線作戰 沒有烏克蘭的軍人 結果到了戰爭末期的時候 現在跑出來講說 烏東地區那邊有 你剛剛講的那個聯軍部隊 真厲害啦 烏克蘭的精銳部隊都 丟在那三分之一的陸軍都守在那 那代表什麼 他在第一階段的時候他就已經研判 我最後決戰的主戰場在那裡 所以我的戰力保存 就把我的精銳部隊 往那個地方放 這個會回來驗證到什麼 你知道剛剛提到世界各國 現在提供給烏克蘭軍方的武器 跟之前都不一樣了 我們看到前面給的都是那種什麼 單兵可以用的嘛 就訓練兩週之後 什麼女學生也可以 打下一架直升機 還可以打下三架 你記不記得那個新聞 還有標槍飛彈隨時可以帶著跑 還用煙黃瓜罐子 是是是 還丟下一個無人機這樣 可是現在給的裝備 剛剛學友哥有稍微介紹了一些 你剛剛看到比如說像英國 英國給的這個所謂的星光 這個防空飛彈 還給你什麼裝甲車這些 然後呢 這個德國軍火商 這個我老實講啦 因為他是講說他可以提供 但是最快要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以後才會到 真的我們都在講說 六個禮拜已經打完了 五月九號大家都認為勝利日的 而且他是軍火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把 他庫存的東西拿出來 我說我不敢這麼講 但他最早有提供一個 可是你看斯洛伐克提供 二字S-300長城防空飛彈 這是什麼概念你知道 這種就是你一定要受過訓練的 比如說像飛彈兵 或者是火箭兵 你才有辦法操作 這沒有辦法就是說 今天我跟年華哥兩個人 我們就到部隊去報到 然後拆車給我們兩個看一看 就會操作 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他這個車子的系統 他是一整套的 他不是只有你現在看到 這個飛彈車而已 他其實還有指揮通信車 另外還有雷達車 他是全套的 所以你必須要熟悉操作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斯洛伐克在這個時間點給烏克 你一定知道一件事 他有人會操作 不然你給他幹嘛 所以美軍不是說半年前 就已經在訓練他們 使用一些武器了嗎 那就問題就來了 我們大家都在研判就是說 如果戰爭一開始發動的時候 那什麼人會上第一線的戰場 我真的覺得從烏克蘭的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到 所有國家的建軍概念都一樣 戰爭的第一級上戰場迎擊的 絕對不會是正規軍 因為敵方炮火正猛烈嘛 那我如果正規軍全部第一線 全部上戰場 我現在冰冰冰冰冰 要打掉一半 那你認為 烏克蘭真的到現在沒看到他正規軍 我覺得應該有 就是他有些戰場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都是局部性的 那個作戰的那個狀態 我們沒有看到他整個的戰線 其實我剛剛強調就是說 他在整個作戰規劃裡面 我認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就掌握那個訊息是 我最後的決勝點會在什麼地方 所以當現在各國 各國他一定跟各國有通聯 也就是你前一段時間 把那東西送過去沒有用 為什麼你送過去 現在那個戰火正零星啊 人家也還沒有到 這個大對決的時間點 所以你看現在重整 你看現在各國開始送武器 從什麼新聞開始 從俄羅斯重整軍隊開始 就是他從基輔撤軍完了之後呢 他開始調整部署 他在調整部署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包含北約國家 包含美國這些 他其實很清楚的掌握 你俄羅斯下一個動態是什麼 所以你看這種重型武器 包含到就是給已經受過訓練的 正規軍人所使用 這個階段就進入到烏克蘭裡面去 所以我認為他接下來當然會遇到 就是你剛剛特別提到 為什麼在烏東這個地區 是不是比較適合 這個所謂俄羅斯的 這個所謂大規模的作戰 因為前陣子大家一直在看說 坦克車不是應該在荒野上面奔石嗎 應該就像我們以前看到的 坦克大決戰這樣對不對 你從那個山丘打過來 我從這個山丘K回去 阿富汗都這樣子 怎麼這烏克蘭戰爭一開始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俄羅斯的戰車 整台這樣一條路 全都開在馬路上面 那又不是輪行車輛 都是鋁帶車輛 我認為當時的地形跟氣候 其實不適合他們在那個地方作戰 那現在回到烏東地區囉 如果他是一個整個的大平原的 類似像大平原的這樣一個地形 然後他的後方的補給線 現在看因為他最 他的烏東的另外一側 其實就是俄羅斯嘛 就是俄羅斯的西邊了嘛 那這一塊如果他的補給線 是跟得上的時候 他的營機戰鬥群 能不能發揮他原先預想的功能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西方在這時候 為什麼開始把重兵器往這邊送 因為他也要同步的去驗證 你俄羅斯的這種作戰的想定 是不是能夠真的打贏你的這場仗啊 然後...